非常广大 无论大思小思 都要知道忍耐 你要不忍 你就不能成就 据大臣见上佛常讲 布施是修福 这个我们能体会到 布施是修福 忍耐是抱持 你能保得住 你要不能忍 随修随就漏掉了 你保不住 要能够长远保住 要懂得忍耐 所以金刚经上佛说 一切法得成于人 他那个一切法 不单单是 世间法出世间法 都一样 世出世间法 无论大小思 要想成就 要靠一个人 大的人 就是大成就 小人是小成就 不能忍的 没有成就 这是一定的道理 六读里面 讲到人 有生人 有法人 有无神法人 讲到这个三种 生人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物质生活 是精神上的生活 生活上所遇到的 逆境固然要忍 顺境也要忍 顺境不可以得意忘形 不可以供高骨万 现在这个社会不好 自己稍微有一点点 值得骄傲 佛教你要忍 不可以骄傲 你才能保住你的成就 教这个字不好 大烦恼 你看六种烦恼里面 贪嗔痴 底下就是慢了 就是傲慢了 值得教 要是用六种根本烦恼 值得根本烦恼 你这是我画的 这错了啊 好似 心底也若无其事 这是人 心底永远是平静的 你已经 遇到种种灶难 也要能忍 不愿听 不由人 自己 反行自己的心情 检讨 检讨故事 改过自新 逆境 就可以很顺利的度过了 顺利环境都要忍 这个叫僧人 这个僧侯叫生活 化人呢 是将在学习 无论是学习世间法 或者学习出世间法 世间法 比如现在念书 小学六年 中学六年 大学四年 这个十六年 是很长的时间 你要没有耐心 你就不能完成学业 要有耐心呢 就忍受啊 比喻世间法 佛法里的修行真果 也不是一出就成功点 尤其是活在大神经上 给我们讲 凡夫成佛 要经过三大神奇迹 三大神奇迹 天文数字 那你没有耐心 你怎么能成就呢 一定要修忍辱啊 世出世间法了 都要生长远心 要有很大耐心 去学习 我们才会有成就 必须长时间 其而不识 法分落理 当然这个里面 有方法 有理论 都要懂得 事法跟佛法 可以注意说 都是要一门 深处 才会有成就 当然 成就的根本原因 是降低 上个 过去身中 累积的因 我们这一生的努力 都是属于语言 因 加上语言 才会结果 如果 如果过去没有这个因 这一生 所努力修极的 那是修音 在这一生 在这一生当中 得不到 结果 但虽然得不到 结果 他造的是音 忍非常重要 最高的 无声 法人 这个境界高了 这个不是反复的境界 六道 是法界里面 没有 无声 法人 是一真 法界 如果对于 无声 法 你不能够 忍 换一句话说 你没有办法 离开 是法界 无声 法人 是什么意思 法 是一切万法 世处世间法 统统包括在其中 这一个字 代表了 佛告诉我们 世处世间 一切万 不深 无声 我们听这句话了 是非常非常 迷惑 茫然 在我们眼睛里面 看得很清楚 这一切法 都有声有灭 有群的众生 现在人家 动物 动物 有生 老 病 死 这有生 有灭 植物 有 生 住 易 灭 旷物 有 沉 住 坏空 通通都是 生 怎么是不生 不灭 不生 不灭 我们没有见到 不生 不灭 是死士的真相 前面 我们在金刚 金山 讨讨论 这个问题 我们使用 很长的时间 多次的 说明 一切法 确确实实 是不生 特别 金刚 末后 这一手 记子 里面 一切 尤为 法 如梦 幻 抛影 如路 亦如电 因作 如是观 就把这个事情 讲得很清楚 这一手 记子 就是 无生 法人 的 样子 所有这些现象 这现象从哪里来的 这些现象 是夜莹果报的相续相 相续相 不是真相 相续相 什么东西相续呢 夜莹果报的相续 夜莹果报 存不存在呢 不能说它存在 也不能说它不存在 为什么呢 这个法 它确实是生 为什么说到无生呢 因为它生 那个生的时间太短暂了 它那个生跟灭了 急急呼呼是同时 所以叫它做无生的 如果它真的无生 那这个无生毫无意义了 那还说什么无生吗 说无生 实际上 它是有生 它这个有生 生跟灭 几乎是同时 所以叫它做无生 一切法的真相 如实 金刚 金刚 金上 如露 如电 那个露是比喻的 相续相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感受的都是相续相 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我们看荧幕上那个画面 我们没有看放映机上的底片 没有看那个 放映机上的底片 就是如电 刹那森别像 刹那森别像 刹那森别 我们看到这个 荧幕上连续的这个像 比如这一部电影 两个小时放完 这两个小时 如露 那个露水啊 还停留一段时期 如露啊 如电呢 是那个镜头上 正在放映的时候 你看那一档一档 很快的就过去了 生灭同时 你对于这个道理 这个四十真相 你能够忍 这个忍呢 就是心了 定在这上面 不再有意见了 彻底把这个四十真相 搞清楚搞明白了 搞清楚搞明白了 跟诸位说 有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了 你还有贪生怕死 这个念头没有了 知道这是什么回溯性 这是夜阴果报 除了夜阴果报之外 什么都没有 而且夜阴果报是 刹那森别的 刹那森别 就是不生不明 如这个境界 就叫做无生法人 这是真正觉悟的人 真正明白的人 明白觉悟了 那是金刚经上讲的 应无所住 他是真做到了 他的心呢 确确实实 恢复到清净 万元放下了 没有放不下的 全都放下了 放下之后 佛又劝你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呢 生不时持戒 忍辱精进成定 跟你生这个心 生这个心 干什么呢 给一些 还没有见到 死是真相的人 迷惑颠倒的众生 做一个好样子 给他们看 这些众生在迷 在颠倒 虽然迷 虽然颠倒 也希望他们日子 过得舒服一点 过得好一点 所以佛菩萨 做一个好的榜样 样子 给他们看 这叫大慈大悲 前面光明云里头 第一个是列慈悲 这叫慈悲 你要不能做一个好样子 没有慈悲性 学佛说 念念度众生 怎么个度发 就是做样子 给众生看 所以金上将 为人 引说 你懂得这个 引说什么意思 引是表演 做出样子 给人看 那个叫引 说是解说 说明 引说是两张事情 你没有做到 你说了 人家不相信 必须自己做到了 你讲的时候 大家才会相信 所以祝福菩萨 祖师大德们 都做一个好样子 给我们看 他说了 我们才相信 他要不做出样子 给我们看 我们怎么能相信他 在家居士 不例外 李炳南老 就是在家人 他学佛讲经 劝人 学财 修福 他自己要不学财 劝人家学财 人家会怀疑 我这里学泥了 你收 听什么话 原来我学的都到女后抱去了 这一旦被人看穿了 一文不值 自己现实 自己的生活 过最低的生活 不是别人能够忍受的生活 自己的收入 他的收入很可观 全部布施掉 那人就看到了 那个叫一眼 穿的内衣 贴身的内衣 汉衫 都补补丁 袜子都补补丁 你外头人看不见 看不到 里面穿的衣服都补的 破了还补 这个年代还补 谁给他补 自己补 他没有叫人补过 要是补过被人发现了 人家会买新的供养他 那么饮食 大家看到的 他一天吃一餐 日中一食 他是山东人 喜欢吃面食 夜餐的时候 那小馒头两个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民国 47年 到民国56年 我跟他生年 那个时候 他的生活费用 一个月60块 台币 一天 两块钱 过那样的生活 我 我那个时候年轻 跟他学 他吃一餐 我也吃一餐 我学他那个样子 我一餐吃了五年 但是比不上他 他一餐两块钱 我一餐要三块钱 我吃的比他多 所以我那个时候 生活费用 一个月要90块钱 吃饭了 不容易 你自己不亲身做到 讲运的 劝人家 谁相信你 真正的幸福 健康 快乐 天天做好事 天天劝人为善 劝人家行善 也劝自己行善 你说这个生活都快乐 多幸福 不做决定不行 要做就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 不能成就啊 我这个一餐 吃的真是很好啊 李老师很赞成啊 我是吃到第八个月的时候 我才告诉他 那老师第一句话问我 你觉得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说很正常啊 他肚子一喷 好 这样下去好 一生不求人 生活需要的少吗 一生不求人吗 不求人就高啊 求人就要低头啊 不求人我说话 才说得硬啊 人家在听啊 你求人说话都软了 不能不讨好 别人动身了 所以他鼓励我 一直这样下去 他本身做的榜样 他一生就是这样的 我这个一餐变成三餐 是到台北市奖金 被这个韩广长逼的 但是不行 还是不行 你要是吃一餐 将来身体坏了 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啊 而要坚持的话 那我们就不请你奖金了 这想想还是奖金重要 利益众生呢 比利益自己重要 好 我就同意 吃三餐 三餐是什么 一餐吃一碗饭 我过去吃一餐的时候 三碗饭 所以还是那么多 不过就是分做三次吃就少 少吃多餐 我那时候是正常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 一天吃三餐 每一餐都是吃三碗饭的 所以这个一餐三碗饭 是正常的 而不是把一天的饭做一次吃 那个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我遇到很多吃午的 都有胃病 我一看那个样子 不是的 它是把三顿饭做一顿吃 所以那个肠胃 统统都有病 那是错误的 印那是正常的 一餐就是一餐的量 这是正常 所以 也对 为人隐熟 你看金刚经上说了十几遍 要做出样子给别人看 然后为别人讲解 人家在我相信 才能够接受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大概这一段 明天可以讲完 也很好 金刚经这一段 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精华 这一段的这个教义 统一切进 不但统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进 统三十祝福所说的一切进 这个的确是佛法的总纲领 好 我们念佛回向 请先开金本 第二十五面 我们将经文念一段 从第一行看起 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以 又出种种微妙之音 所谓谈波罗米音 施波罗米音 禅体波罗米音 霹雳叶波罗米音 禅波罗米音 波罗米音 慈悲音 喜血音 泄脱音 五六音 智慧音 大智慧音 四字吼音 大四字吼音 云雷音 大云雷音 出如是等 不可说不可说音 以 我们继续看这一段 那么昨天 我们讲到 我们讲到谈诗罗禅题 今天我们接着讲辟的也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翻译的名词都是用凡语音译的 凡文音译的 霹雷也就是精进 前面讲的是忍辱波罗米 愿如是精进的基础 如果不能忍呢 这个精进就谈不上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六度啊 是厚厚 深与浅浅 也就是后面一条了 一定是比前面一死要深 正好下呢 我们盖楼房 这个六层大楼啊 布施是第一层 持戒是第二层 没有下面就决定不会有上面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要讲到精进 那个认语就太重要了 耐心 没有耐心 你怎么会能做到精进 进是进步 我们现代人 天天在追求进步啊 尤其是科技 真的是日新月异 这个科技技术啊 一昧地在进步 对于我们人类 有没有好处呢 很少人认真 去检讨这个问题 实在是 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些祖先们 非常聪明啊 仔细翻开历史来看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 地区比不上中国人 中国人是真正聪明知智 我记得 我一 一九八三年 神家镇老居宿 请我到 纽约 去红法 那是我第一次 到美国 到美国 红法 我是第一次 是八二年来的 第二 那个时候第二年呢 神家镇老居宿 邀请我 那么在纽约呢 就遇到一个外国人 很有趣味 通过翻译 哪一个人给我做翻译 我也忘掉了 那个时候还是曾宪伟还是居宿 也住在 是不是他翻译的 我记不得了 这个外国人呢 就给我说 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 如果是一个人一个人比啊 他中国人低 聪明 没有人能比得上的 但是要两个人低呢 两个两个来比啊 他是犹太人低 如果三个人三个人比啊 他日本人低 这就说明啊 中国人聪明不团结 犹太人比我们团结 日本人最团结了 那么他说了这个话了 后面还有一句 这个一句就有意思了 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 冒出这么一句话了 我一看外国人呢 外国人大概都是信基督教 天主教的啊 所以我当时就回答他 我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 他马上就愣住了 这怎么是上帝的安排 他没有想到我说出这个话来 所以他说为什么是上帝安排了 我说中国人如果要团结了 你们还有饭吃吗 他笑起来了 幸亏中国人不团结 你们还有饭吃啊 虽然是个笑话 但是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到 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外国人都肯定了 我们老祖宗不识 不讲究科技 他们的眼光啊 看得远 如果一昧在科学技术上发展 假如我们的道德伦理飞不上 这种科技发展将来会把世界毁灭掉啊 太可怕了 中国人绝对不自私 眼光是看到千年万事 不是看在一世 世界上都知道 指南征和约 这个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为什么不把它普遍推广 外国人做出武器来杀人 我们中国人拿到娱乐 这个不一样啊 机械化这些东西 你看三国时代 诸葛亮发明 牧牛牛马 这个东西现在在大陆上又复制了 做出来了 为什么不去不求法的发展呢 诸葛亮聪明 这些东西如果被野心家拿去了 人类要造大难啊 所以中国教育自古以来是一能理道德 教人呢 如何爱别人 如何爱社会 如何对历史负责任 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讲这些 在中国古书里面 亡满了个时代 西汉的末年呢 已经有人呢 制造这个滑翔机 来飞行的 样样东西 我们中国古人都尝试过 但是后来不发展 原因就是知道 这个东西发展到最后 没有好处 那么现在西方人 没有这个伦理观念 他们走向这个目标了 那么整个世界的灾难 我看没有几年了 这个灾难是什么呢 就是最新的 这个电脑的国际网络 这个东西会带给全人类的大灾难 这个里头乌烟瘴气 妖魔鬼怪 没有发自防范 你看小朋友在家里看电脑 玩电脑 你注意他 他玩的是什么 不得了啊 是一个好工具 但是被邪无 进入进去 有几个人 能体会到 所以中国人 不是不讲进步啊 儒家讲啊 苟日心 日日心啊 那是进步啊 佛法将进进 进进讲的太多了 进是进步 进步要取进 这个字重要了 仅是唇而不杂 那个进步 才能得受用 因为要求唇而不杂 那 忍辱 就占了 很重要的地位了 佛法 法门 法门 不无量 无边 通常 我们讲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 不是随便说的 诸位看看 佛教大字眼 教程法书 确确实实 给你列了 八万四千条 确实有这个数字 是不是我们通通都要学呢 不是的 八万四千条里面选个一二条就行了 那才叫精进 如果你也是学的太多了 太多了啊 给诸位说 叫杂精 乱精 这个杂乱呢 不会有成就 要精纯 一定要晓得 佛法修学 修的是什么 学的是什么 修的是 戒定会 学的是 怎样做人 怎样做事 怎样与大众相处 佛法学的是这个 这个经商 跟我们讲的 学的是 大圆满 我们要过 大圆满的生活 我们每天 要做大圆满的工作 这是我们所学的 因此 精进就非常重要 唯有精 你才能得定 定 就是清净心 金刚 金山 佛告诉我们 信心 清净 自身 实相 实相是 就是我们前面所念的 大般若光明云 那就 深实相了 实相般若的起用 就是无量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怎么个修法 无量法门里面 我们取一门 取谁不容易 这是真的困难 这么多法门摆在面前 到底哪一个好的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心晕了 遇到佛 那勤求佛 叫他一个法门 那怎么会错呢 佛的智慧能力是圆满的 知道这个众生的过去生 过去 真生实实 他学的是什么 他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是在哪一道 他有什么样的习气 就像一个好大夫 一看 你那个病原 他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用药就容易了 药到病除 他有这个能力 佛灭度之后 佛的这些弟子 虽然修行也不错 功夫比佛就差多了 接触一切众生 那就是要推测了 法门 试试看 像大夫治病一样 试验试验 不敢认真给你治疗 怕下错药 到了末法时期 佛 居立我们已经三千多年了 现在这些法师 比起不要说比古大德了 比上一代 都有很大的差距 上一代 已经不行了 我们这一代就更糟糕 自己一自己的病都医不好 还能给别人治病吗 这是说了 训责 发门 真正困难 那么怎么办 如果我们对佛信得过 佛对我们 现前的状况 不是不了解 明了啊 佛在灭度之前 为后人指出一个大的方针 他老人家说 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正法是 佛灭度一千年的 佛走了以后 那一千年当中 这是正法 以此戒律 就能够开悟 就能够得定 就能成就 向法时期 持戒不行了 人的这个善根 复得应运 比前一个时期 要降了一几了 靠持戒不能成就了 佛有数 在向法时期 就是第二个一千年 禅定成就 要靠残禅 才能够得定 才能够开悟 所以中国的 佛教禅风 特别殊胜 原因在哪里 佛教是 向法的初年 传到中国来的 释迦摩尼佛灭度一千年 佛教传到中国来 正好 向法时期 正是释迦摩尼佛讲的 禅定成就 所以中国禅风 是世界之冠 佛法在印度 逐渐逐渐 衰变 在中国这个地方 当成 真的开化结果 末法时期 就是佛灭度 两千年以后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到中国人的算法 把中国历史上所记载 释迦摩尼佛灭度到 今年 三千多年了 那么到外国人的算法 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了 总而言之 决定是末法时期 佛说了 末法时期 禅定也不能成就 这都是真的 都是事实 佛告诉我 末法时期 净土成就 我们今天选择 净土法门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这是 释迦摩尼佛教导我们的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 选择 法门 听佛的话 佛这番话 在大吉经里面 就在大吉经里都说的 我们今天选择 无量寿经 选择这个 念佛法门 遵守佛的遗教 但是 这一生当中要成就 那实在讲 是最殊胜的成就 因为往生 不退就成佛 成的是 究竟圆满佛 不是普通的佛 那么你觉得 一门深处 有很多人说 说佛了 这一步进了 不行了 哪有一步进成就的 我们听了 觉得这个话 也蛮有道理 其实不然 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 在近代 我们也看到很多 念佛往生的人 甚至 一生当中 一步进 都没有看见过的 都没有念过的 谈虚法师 跟我们讲的 地形老和尚 早年的一个徒弟 这个录音带 我们这边有 有同修 发心 从录音带 把它写成文字 我们把这边东西 附录在 念佛论的后面 是从录音带上 揭露下来 彈老讲得很清楚 名字忘掉 这个做 锅鲁匠 做锅鲁匠 你们年轻人都不懂得 什么叫锅鲁匠 每天都过 像我这个年龄呢 听的时候 我懂得 为什么呢 民国二十几年 那时候我们做小孩的时候 这锅鲁匠 常常碰到的 挑个担子 补锅 补碗的 像这个茶杯 打破了 他能把它戒起来 把它补好 还可以继续用 叫锅鲁匠 锅破了 有了练文了 瓷器都能够破 做这么一个手艺的 这很苦啊 现在没有了 现在破了就丢掉了 买新的了 哪里还有补救的 以后出家了 你看看 他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人又笨头笨脑 学什么也学不会 所以地先法子 收他做徒弟之后 就叫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就告诉他 你就老实念 念累了呢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就再念 这个徒弟就真老实 一脚风行 念了三年 你看人家站着往生 欲知实至 站着往生 往生之后 还站着三天 等地先老阿弥陀佛 提着办后搜 这个不容易 死了以后 我站着你站三天 他一步进都不会 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成功了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都能够办事 何宽一部 无量寿经呢 何宽一部阿弥陀经呢 你怎么能说 不够呢 所以同修们千万要记住 不能听人家这些话了 你要说不够 不够什么 你准备当法师 将来讲经说法 普度众生 那也不仅是不够 如果你不想当法师 自己修行 将来希望啊 自己能够预知实至 往生不退成佛 别说一部经了 一句名号就够了 这是我们在近代 看到很多 哪里不够呢 即使是法新 除了讲经 诸位也晓得 你要学经教 也是一门神 也是一部经啊 你同时学两部经 你决定学不好啊 你分心啊 分心 你就不能入定 不能入定啊 你就不开智慧 你这个经怎么会学得好呢 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 必须要有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是从禅定里面生的 从亲近性里面生的 一部经 一部经 容易得定 容易得清净心 一部学好了 才可以学第二部 那这个一部学好 好的标准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这个标准 已经降得很低了 古时候的标准是开悟啊 那个标准太高了 那是那是真的标准啊 那不得一而求其次 是得定啊 在一部经上得清净心 虽然没开智慧啊 心情净 我们现在连这个标准 不敢设想啊 那用什么标准呢 你这一部经 从头到尾能讲十遍 我们的标准在四地 你能够讲过十遍呢 你才可以学第二部经 这个说实在话了 这个定会的标准太高了 我们就不谈了 谈最低的 最低的是俗 不求别的 只求俗啊 这从佛法的标准 降到世间法的标准啊 这世间 你要念俗啊 你讲经要把这本经讲俗啊 一部经讲十遍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标准定在这个地方 如果连这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那么你那个经不就乱经砸经了 那不是经经 那哪里会有成就的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了解四十真相 学一部经 这一部经呢 要从前到胜 我初学 学前讲 越讲越熟 越讲越有误处 那你会有体会的时候 这叫做经经啊 我们看到 这不但现在 古诗会也一样 可说自古以来 学教到最后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一开头啊 就想学好啊 这就糟了 我们事发里就讲了 要好心情 这就是障碍 一开端 就想讲的好 要讲的比别人好 这个办不到的 所以学教 开头 绝不能求好 求什么呢 求少故事 那我们老师当年 教给我们 学学讲经的时候 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 希望我们的故事 能够一天比一天少 一次比一次少 这就是进步啊 初学讲经 还有一桩事情 要注意到的 绝对不能到外头 撒广告 我在这里讲经 请大家来听啊 不可以 为什么自己讲不好 你把这些人找来 浪费人家时间 有罪过啊 浪费人家精神 浪费人家时间 这就是随便 我讲不好啊 他自己来听啊 那不怪我们 我们无所谓了 他自己来的嘛 所以决定 不可以做宣传 这个要懂的 哪些人听我们宣传呢 来听经 大概听得你 还讲得不错 他去介绍他的朋友 在我们去听经 这个可以 自己可不能拉人 可不能劝人来听 我们自己 没有这个能力啊 我自己讲经 三十八年 从来没有说 撒过广告啊 人家给我做广告 我都不晓得了 为什么不做这个广告呢 我讲的不好吗 那我找人来听 那时候听得不满意 人家要骂我啊 对 这个一定要懂的 我们自己 不但智慧没有开 全定都没有得到啊 这个一定要想得 要情绪 对于听众啊 要恭敬 我们也常常讲啊 我们在讲台上是学生啊 坐在下面听经 都是老师 见学啊 你要用这样的心态 去学习 那决定不可以 公告我慢 自以为是 就错了 任何人对你的批评 我们一定 恭恭敬敬接受 我们能改过 就进步了 改进 改正过时 就进步了 所以批评的人 那都是有恩 有德的 对我们都是有好处 所以这个进步啊 注意在精准 精准 唇而不咋 无论是在 街门 或者是在行门 都要专进 在行门里面 我们尽中就是 一句佛号念到底啊 绝不掺杂 其他的法门 大师至菩萨 跟我们讲的 很清楚 不甲方便 自得心开 那个甲就是戒 不需要戒 其他的法门来帮助 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 念到功夫 成就了 自然就是心开一戒 明心见性 那个心开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 大车大悟 明心见性 他们是用参禅的方法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 精进要在平常用功 不时一年 我们打个佛旗 打个精进佛旗 那个所谓是 一日寒着 生日寒着 一日布置 生日寒着 那个没有用处的 天天干的 才能够受到效果 那么有精进 就能够得禅定 所以底下是禅宝了命 禅定这两个字 在翻译体力里面 叫做繁华和义 因为禅是印度繁语 英译过来的 定是我们中国字 禅定是 一个是印度字 印度的繁文 一个是中国字 因为这两个意思 很接近 所以把它和起来 我们称之为禅定 我们称之为禅定 禅定的意思 是禅律 禅是安静 禅 里面 它还是 有思维的 可见的 它那个 它那个 禅 不是死的 是活的 如果是死的定 那个不开智慧 所以定里面 它有境界 禅定 也有把它 完全翻成中国意思 把它翻作 只观 你看用这个名词的 我们看起来 意思就很清楚 完全是意义的 从它的意思上来讲 只观 直 直一切忘念 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没有了 惯了 它有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你看跟前面讲 精准 精准 我们从实际上 修学上来观察 早年 中文里 参谈的方法 用观心 直观 直刚才讲了 所有一切忘想分别执着 通放下了 都执住了 都不起来了 观 观什么呢 观心 观心 实在讲 观心里头的念头 念头啊 不要去管他什么念头 伤念也好 伤念也好 那个都不要紧 他们的功夫 念头一生 他整个精神 意志里就注意到 念头从哪里起来的 归咎 看念头 那你这个 一关的时候 念头就没有了 没有了 继续关 他到哪里去了 就这样用心 久而久之说 才能得定 他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实在讲 是要心狠系的人 粗心大意的人 绝对没有办法 照年呢 用这种功夫啊 到以后啊 人心呢 粗了 这个方法不得力了 不得力 主事 就 想出另外一个方法 叫参话头 啊 参话头 比关心的 容易一些了 啊 用这种方法 说实在的话 现代的人呢 连参话头都不会啊 啊 中文的话头很多 随便念一句啊 话头没有意义的 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 你就参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他怎么参呢 他天天在想 父母未生前我是什么样子 那哪里叫参禅 那叫胡思乱想了 把妄想当作参禅 这怎么能 开得了屋呢 所以现在讲 现在连参话头都不会啊 参话头 那个一句话 他没起来的时候 那个状况啊 也是属于关心啊 一个是关那个 念起念灭了 这个是关那个话头 也是跟那个 关心类似啊 不过比那个境界 稍微容易一点而已 所以我们从 只观的 对这个禅定的意思 就更清楚 更明白 那么我们要问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是不是禅了 佛在大吉经上说的 慈明念佛 上上禅了 我们细细想想 一点都不错啊 禅是净律 是直观 我们念佛的时候 身心神戒 一切放下 是直啊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清清楚楚 字字分明 是观了 那怎么不是禅了 说实实在在的话 最高明的禅 最殊 最殊胜的禅 为什么说他高明呢 人人都能修啊 禅中的一种修行方法 不是一般人都能修的 你看六祖在弹经里面 他老人家所借赢的 这些学生 上上成人 他不是普通人 若非上上根系 他不教我 他讲了 神秀啊 借赢大成人 他借赢上上成人 那么换句话说 你想学成 如果不是大成根系的 你没份啊 怎么念这句阿弥陀佛的 上中下三根仆被 立顿全收 这法门就殊胜 这个法门 其他的都不能为比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知道 佛法的修学 是以禅定为枢纽 这个要知道 那么尤其可知 前面讲的 不时持戒忍辱精进 都是替禅定做预备的功夫 通过前面这些阶层 我们心情进 不时放下 直接受法了 忍辱是耐心 才专精 这才能得定 无量法门 诸位记住 通通修的是禅定 并不是只是 学禅的人 学禅定 我们念佛人 念佛的目的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禅定 方法不相同 名词不一样 他叫禅定 我们叫一心不乱 教下讲直观 意思完全相同 境界完全相同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想的 八万四千种发门 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手段 统统修禅定 若非禅定 那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你要辨别 他是不是佛法 真的佛法 是假的佛法 那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就很清楚 很明白了 你在他这个道场 跟大众在一块 寻修 是不是 以这个清净心 一定为目标的 如果是一定 以清净心 为我们修行目标的 是佛法 正法 如果不是一定 定不是以清净心 为目标 而是什么呢 求消灾 求消业障 求福 求明文立扬 那不是佛法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真佛跟假佛 很容易辨别 真佛是搞界定会的 假佛跟这个完全相违背的 我们到这里修什么 这边的道场 这边的法司大众 能帮助我们什么 帮助我们接定会 定会均等了 波若波罗蜜 就先前了 称为波若波罗蜜 是自信里面的智慧 告诉你 这个不是从外面来的 也就是说 清净心起作用 我们反复 我们反复智慧泡烂的去了 智慧被烦恼给搅乱 所以智慧不能先前了 我们看看现在一些科学家 他们有没有离联定的 有 他专心 专门研究一样东西 他的确是精进禅定 他才能发明 才有所发现 到底是一样的 那么他是不是佛法呢 他不是佛法 他为什么不是佛法呢 他用的那个定是 世间成定 不是出世间成定 世间跟出世间的 差别在哪里呢 一个着相 一个立相 你看科学家就发现 我发现要做诺贝尔奖经了 他荣誉归他了 他有我在 他有我相 人相 精干精神相 四相具足 所以他不是佛法 他不是佛法 他是世间成定 世间有四成八定 当然他的定功还没那么高 但是他确实是有定 他没有定 他不会发现 所以他那个智慧不是真智慧 不是从自信里面 生出来的智慧 他的智慧 是从他的定里头 产生的智慧 这种智慧 在我们佛法讲 是知变从 就是世间的聪明智慧 不是出世间的 出世间智慧 是本性的智慧 那个智慧要透出来 无量 无量 无别 世主 世间一切 自然就通达 佛给我们讲的 修学的一个程序 功夫 在古时候 我们儒家也用着功夫 虽然 虽然有不少人排斥佛教 但是他用的功夫 确实是用佛法的功夫 这在历史上 我们都能见到的 最后 这个六度最后 薄弱 薄弱是目的 六度里面 前四度是手段 禅定是枢纽 关键 薄弱是目的 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要开智慧 他这个柱子里面 读得也很好 在第二十七面 二十七面 第六行 我们念几句 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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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妙会 即是良知 良知 是王阳明说 王阳明的学书 治良知 智 是心之性 谁以时为心 火为日为心 地以节为心 这都是用这个作比喻 心以智为心 心生一切发了 智 智一切发 智而无智 无智而智 智一切发 利一切相 得一切智 顾名薄弱 圣医的几句话 讲得很好 简单 恶药 意思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从这几句 诸位细心去体会一下 剥落智慧 跟世间智慧 地球不一样 世间智慧 你学一样 你才知道一样 充其量 从学这样 我可以推理 推测到 另外的东西 用这种方法 而不是剥弱智慧 剥弱智慧 一开的时候 世出世间 一切发了 自然通达 你要问 为什么原因 因为 心生一切发 这个智慧 是心里 本来具足的智慧 不是从外来的 生一切发 知一切发 那个知识不二之后 自己心生的 哪有自己心 不知道的呢 没这个道理 所以 尽了信的人 我们讲明信尽信 尽了信的人 就是一切之人 世出世间法 他没有不知道的 他这个 就有两句话了 很要紧 立一切相 得一切之 我们今天 只会不开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不肯理想 妄想分别执着 非常坚固 不肯放下 放下智慧就先签 这个东西 障碍了智慧 只要放下 自信剥弱智慧 就先签 金刚经里面 就是教给我们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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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经 教给我们 一个最妙的方法 理想 理想 理念 理想 理念 我们自信 薄弱 完全就透出来了 为什么要理想 理念 那个后面呢 两句一击 就说清楚了 因为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你要晓得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确确实实 没有一法可得 你自然 就不知足 自然 就放下 放下就是理念 不是说 像没有 像就在眼前 就在周围 也不去执着 也就是 不会再把它放在心上 这叫做理 不但外面一切像 不放在心上 能知 能辨别 能思维 能想象的 这个念 也不放在心上 一若无其事了 这个人就 就差不多 快开智慧 那 那一 一突破的时候 就大车到 中文的功夫 是这个用法的 教下 达到 开悟的边缘 也是这个 这个现象 那么前面 所说的 菩萨行门 里面的六条 这个六条 叫菩萨行 静静平等慈悲 是菩萨行 花言经上讲的 菩萨道 菩萨行 修学大臣的人 都是菩萨 大臣的学生 他的名字就叫 菩萨行 这一端经文 后面 还有 慈悲 吸血 实在讲 慈悲 吸血 接着 铁脱 无漏 智慧 这些 都包含在 六波勒命里面 而这个地方 特别把这些提出来 是让我们在 接触大众的时候 也就是讲 我们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帮助一切众生上 我们讲的 关怀众生 爱护众生 帮助众生 那这个纲铃就非常重要了 慈悲 吸血 慈 是余 乐的意思 众生 没有乐 我们要帮助他 让他得到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不是国物啊 不是这个世间的娱乐 真正的快乐 是觉悟了 觉悟了真正快乐 明白了 明白什么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从来都不明了啊 这下明白了 你说 这个多快乐 悲失八苦 你看他生活 多苦 如何让他 离开一切 又被苦恼啊 要帮助他 这就是用佛法 学悟之后 要教给他修行的方法 唯有真正修行 才能够离苦啊 悟失离死 明白了 明白了 你做不到 还是没有用处啊 明了之后啊 要做到 洗 这个不是普通的洗 那个利苦的落的时候 那就换洗了 这个洗是随洗 我们 凡夫 有很严重的烦恼业障 就是嫉妒啊 这个洗啊 就是把嫉妒心舍掉 我们不嫉妒人家 不但不嫉妒啊 随洗 看到别人有好处 我们不会难过 我们欢喜 还尽心尽力 成全他 这叫随洗 学 学是方向 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我们自己修行的佛报 这个佛报 给一切众生共享 这是谁 正是 如世贞在《金刚经》上讲的 菩萨不受佛的 菩萨修福 不享福 他能洗 这个地方 他也引用了这句 这个 二十七名 陌后一行 如金刚经云 一诸菩萨 不受佛的故 他也引用了这句 这个也是这个意思 下面是 泄脱因 无漏 泄脱无漏 是我们帮助人的目标 我们帮助他 要帮助他 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要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 他要没有离开六道轮回 我们的帮助没有达到目标 第一个阶段 你可见那菩萨的心实在是了不起 那个恩惠 不是父母之恩能比的 父母爱护我们 养育我们 没有办法帮我们脱离六道轮回 父母的恩的意识 佛菩萨的恩的生生世世 要帮助我们得到协同 每一条下面都有个音 这音标说法 无漏音 无漏比泄脱又 其身 一个层次了 泄脱 是出六道 无漏是出十八界 宁得涅槃罗 超越十八界了 智慧音 通达世间法 大智慧音 通达出世间法 是出世间法 没有一样不通达了 这个智慧 前面说了 不识学来的 不识修来的 是自信 本具的 般若智慧 所以 祝福菩萨 教化众生 这个音身都是充满了 高度的智慧 四字后是比喻 比喻佛菩萨 有很大的威力了 四字所谓受众之王 四字以后 你看那个小的野兽 腿都软了 跑都跑不动 华能够降摩一切 外道 外道也很会说 也有变才 也说的天话乱堆 但是遇到佛菩萨了 他的能力就没有了 所以把佛菩萨说法比喻做四字后 大四字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重复 四字后有大四字后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既然是碾菩萨 同中当然又比 那大四字后是 那所说的法 我们常讲定法了 一切佛法最巅峰 最殊胜的法了 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法 南无阿弥陀佛菩萨 大四字后 古大德说 金宗是大臣里面的大臣 一臣里面的一臣 大臣法是方本心 一臣法是华言法华 隋唐时候的大德 说的不错 说的好啊 华言法华了 也不过是无量寿经的导影而已 那不是 这个话不是 清清楚楚说出 无量寿经是 一臣当中的一臣 了意中的了意 第一 无上的法门 跟我们显示出 这个意思 那么由此可知 你们到外面要是讲经说法 讲什么 讲弥陀印 讲无量寿经 那是大四字后 那讲普通的大臣经 是四字后 你讲无量寿经 讲弥陀经 是大四字后 那个不一样 云雷音 这一句 也是比喻 雷 他的声音 很远都可以听到 而且能够振动 不但预言文 而且又振动 振动人心 振动万物 那个春天 春雷翔的时候 我们叫金枝 金枝 小的那些 小虫 有很多小动物 冬眠 冬天它冬眠 春雷翔 它从冬眠当中 醒过来了 所以它有枕动 这个意思 冬眠的意思 佛说法的音声 冬眠 我们说法的音声 能不能冬眠 也是冬眠 跟佛没有两样 这个现代 科学家懂得 伯 声伯 我们说法的音声 这个音声声伯 就像那个水纹一样 我们说水纹 丢一块小石头 你看这就是水纹 慢慢扩大扩大 整个是它 你懂得这个原理 你的大海里头 投下一个小石头 它这个波网 也是整个海洋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的音声 无论是大小 发出声波的时候 也是近视空编发节 但是越传越圆 它这个波来的时候 越来越弱 我们这个耳朵 是个收音机 这收音机 对于微弱的波 就不灵了 就听不到了 那个祝福菩萨 六根就很利 聪利 极其微弱的那个音声 它都接受得很清楚 所以观音菩萨 寻声就哭 那你哪里叫它 它真的会有感应的 只要是真诚的心 清净心 那个音声的 音波的力量就很强 杂乱的心就不行 那个波也是杂乱的 所以真诚的心 这个音波是 确确实实 都是近虚空编发节 诸佛如来 在他方世界 讲经说话 那个音波也到我们这边来 刚才讲了 我们这个接受机器 很差了 那受不到啊 这个机器本来很灵光的 你到这个论音经上所讲的 我们这个六根的能力 可以接受到虚空发节 静虚空编发节的色相 我们能见得到 音声我们能听得到 为什么我们现在六根变成 这么差劲 佛讲了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心里 有妄想 有执着 使我们六根的能力 衰退了 这个衰退是因为 有障碍衰退的 不是真正衰退 只要你障碍排除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能力马上就恢复了 这些道理 事实我们都要明了 都要清楚 说那个雷的意思 还有个云 云这个意思 跟前面光明云所讲的 是同样的意思 一表法的意思 告诉我们 一切法非有非无啊 云就是代表非有非无 你不能说他没有 我们在这儿看了云彩一片一片的 你能说他没有吗 你也不能说他有 你也说他有 现在容易啊 我们坐飞机飞上去 没有了 所以他代表的是 相有体 有这个相 能不能得到 决定得不到 佛告诉我们 是法界 一真 装严 这些相啊 就像云一样 你要知道 你可以欣赏他 你可以享受他 但是你决定不能 想着要得到他 那你就想错了 可以享受 可以欣赏 可以受用 决定得不到 佛佛菩萨是如此 佛佛菩萨享受啊 很自在 很快乐 他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没有得失 我们世间人 最大的毛病 我要得到 得到就欢喜 舍掉就苦恼 其实你哪里得到 完全是妄想 决定得不到 不了解四十真相 金刚经常讲的 如露一如电 你想想那个味道 如露一如 想 相许相 不是真的 棒提借空 了不可得 电视家说 讲刹那生灭 生灭同时啊 所以叫做无生啊 无生的意思是 生灭同时 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要是 明白这个四十 那怎么不自在 怎么不快乐 在这个世间 游戏神通 这是不能 不知道的 云雷 神医法师真 讲的也很好 在我们这个世间 讲经说法 大云雷因呢 像在西方极乐世界 讲经说法 在华藏世界 讲经说法 那个范围就大了 我们说破世界 这个范围小啊 佛经上讲的这些世界 非常 类似近代科学家 发现的时空 科学家所谓是 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生活的是 是在三度空间 爱因斯坦 他认为 时间加近 就是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里面 我们就 就见不到了 科学家已经证实 空间至少有十一度 这是被证实的 但是在理论上讲呢 无限度说 这个说法 跟我们佛经上讲的 很接近 佛经上 没有说度数 没有说围次 没有讲这些 但是佛经上讲的 一切法从心相生 设法界一正庄严 怎么来的 众生的念头 变现出来的 你就晓得 一切众生的念头 无量无边的 所以时空是 无量无边的 如果把这个念头 统统洗掉了 所有空间就变成一个了 那一个呢 就是佛经上讲的 一正法界 所以在一正法界里面 能够 亲自看到 无限度的空间 他通通都看到了 在一正法界里 可是我们自己 如果生活在某一个时空里面 就受他的障碍 受他的拘束 你没有办法突破时空 见不到另外一个世界 这种情形 我们也用现代科技来做比喻 很好懂 比如我们看电视 电视荧幕上的画面 像美国现在有六十几个频道 你要想的 六十多个画面都在这里 你按一个频道 出一个现象 再按一个 他又换一个形象 他同时存在啊 不是说这个空间之外 还有个空间 没了回事去看 古德讲的像西方世界 生则决定生 去则实不去啊 为什么实不去呢 确实在一处 只是空间调整一下 像看电视频道换了一下 就是了 那说破世界在这个画面上 极乐世界也在这个画面上 这谁跟你讲真的 那么佛说西方世界距离 我们说破世界十万亿佛国度 那这个画是假的吗 也不是假的 怎么不是假的呢 你要深入一层就明了了 时间是假的 空间是假的 抽象的概念 因为你分别执着 好像有这么远啊 离开一些分别执着 真的 一极是多 多结是一 一多不二 长短一如啊 长时间跟短 所以说一念展开是 一刹那展开是无量节 无量节或者是一念啊 一念跟无量节是一不是二啊 哪里有时空啊 时空的现象是从凡夫分别执着里面 显现出来 变现出来 一针发解就没有这个现象 这是佛法深一层的意思 懂得这深一层意思 其他那个知知解解 自自然然 就没有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真的换血 慈悲息息 确实换血 这个人人生 好多的问题 找不到答案的 在这里统统找到答案 我们很满意的答案 你看这个多自在 这是佛法殊胜之处 这是佛法不能不许 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佛法概论 这个两段经文 就是大圆满光明云 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不可说不可说 因一夜 这个年小段经文 通一切佛法 不但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佛法 超越不了这个范围 摄放三世 一切诸佛入来 所说一切法 都超不出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经号 一开端 就把大总持法门 都告诉我们了 后面这些经文 说实在话了 就是这些原理原则 怎样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要怎么去做法 举了很多的例子 教给我们很多的方法 目的就是要我们过 大圆满的生活 大圆满的人生 这就是 无量寿经上讲的 真实之会 会以众生 真实之力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啊 对 这些因素 无量寿经上 有些人 无量寿经上 都收回其他人 ey